这里是中国和越南的戒河,戒河对面就是越南,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中国这边正在修建这个河堤啊 另外很明显,我们这个挖机师傅啊,正在把这个土往这个戒河中间填,这种做法是很聪明的 因为这个戒河受地球偏权力的影响,一直在侵蚀着我们中国河堤,所以我们中国的这个河堤一直面积在减小 但是越南那边的面积会增加,我们放大可以看到,对面的那个河堤啊,都冲刷出一个沙汤来了 这块就是由于这个戒河冲刷的原因,给它们多出来的 然后我们中国这边,这个河堤啊,甚至都被冲垮了,冲出一个缺口来了 所以我们中国呢,就直接把那个土往中间填,这样就刚好来弥补被冲刷掉的这个损失啊 虽然我们不占人家一点便宜,但是我们也要坚守自己的原则,保护好每一寸的国土 然后我们把这个土往中间填了之后,再把这个河岸加固一下 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了,这样中国和越南就都不吃亏了